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老叔今天呢特別跑去林口 買了這一家 這個館長的便當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頻道的話呢 我最近常常在吐槽館長 所以說我覺得 非常對不起他 應該來這個搞觀一下齁 脆皮燒肉便當的話呢其實就是 一個正常的便當 主餐然後呢另外 另外有他的脆皮燒肉 那這樣子一份是 200塊錢另外 我又點了他的這個滷肉飯 滷肉飯的餐盒 那滷肉飯的餐盒的話呢其實 看起來內容的話呢 跟這個 一般的脆皮燒肉的便當 基本的內容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滷蛋然後滷肉 然後這個 鹽蘿蔔那另外有三份菜 這個菜的份量齁看起來還蠻大的 所以這樣子90塊我覺得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那至於燒肉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有觀眾推薦我說 這個除了他的 脆皮燒肉便當 的這一份是2.5兩 那另外還有一個 四兩的 四兩的部分呢這一盒是200塊 那如果是這個2.5兩的 2.5兩我們可以 比較一下這個 份量的大小 我們呢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先試一下他的這個 脆皮燒肉齁 那他這個點脆皮燒肉的時候呢 他其實都會有附這個 洋蔥 附一包洋蔥 另外的這個醬呢我是不曉得他 原本會不會附兩種 那因為我是點了 兩份的這個脆皮燒肉 那他這個 有兩種不同的醬子 我們等一下都來試試看齁 給各位看一下齁 他這個部分脆皮燒肉部分齁 看起來這個顏色還不錯齁 那這個上面的脂肪跟皮的部分 我們來吃看看齁 嗯 脆皮的部分是真的不錯吃 真的是很酥脆 那肉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算是入口即化 真的是 不會黏牙齒 不會黏牙齒 那整體的這個味道帶一點鹹 也不會有什麼怪味 不過脂肪的部分的話呢 他的這個油的話 油脂的部分齁 就稍微太 太 太水了一點 來這個脆皮燒肉齁 我們這個加一點 加一點他的這個醬汁試試看齁 我們先試一個他這個 比較醬油底的醬汁試試看齁 帶一點酸 帶一點辣 來我們再試他的另外一種齁 這個白色的這個醬汁來試試看齁 喔這個更酸 這個帶點辣 這個帶酸 其實兩個我都覺得還算不錯 都還 味道齁 都還蠻 不會完全搶掉那個脆皮燒肉本身的味道 我覺得是 是還OK啦 來喔他這個便當的部分齁 當然 第一步齁我們就是試一下這個白飯齁 白飯我們來試一下 來 白飯的部分沒有太濕 喔沒有太濕 我覺得還OK 但是水分還是過重 或者是說他的 這個挑選的這個米齁 太黏 粒粒分明的口感比較沒有出來齁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粒粒分明的 但是有幾個 喔有幾個 來 乳肉的部分齁 你盡量嘴巴是整個化開的部分 喔比較 可能比較沒有瘦肉的地方 那那個油脂的感覺還會蠻明顯的 乳肉的味道其實也夠 配上這個飯呢 我覺得OK 喔我覺得OK 這個乳肉飯其實是真的 有水準 喔這個有水準 至於他配菜的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是甜不辣 嗯 這個甜不辣本身 有一些甜不辣齁 他那個魚的腥味會很臭 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 這個做得不錯 這個腥肉也不錯 他加了一些乳肉 紅蘿蔔 還有一點點的辣下去炒 這個很下飯 來 哇用高麗菜的話真的是 蠻有勇氣的齁 我們來看一下 看起來就還蠻脆的 這個高麗菜本身是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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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菜價高漲的時候 還是用高麗菜在贏人蘸 它本身也是脆的 只是它的油 炒的油會稍微多了一點 但是它有保持它的脆度 這個OK 那味道也不會太重 所以今天嘗試了這一個 館長的這一個 它的粗飯 粗飯 粗飯 它本身的基礎 就是這個90元的乳肉便當 它的基礎就是這個90元的乳肉便當 以90元來講 這個是絕對值得買 絕對值得買 那脆皮燒肉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就見仁見智 大家看一下它的份量 OK 雖然我平常常吐槽館長 但是 它做的這個便當 以目前這個價錢 跟它的口味 跟它的這個製作的水準 我覺得 可以推薦 掰掰囉